听学行走 文化岗目 听世界 五天以后的黎明 张良起个大早 眼睛一睁 衣服一套 随便抹了把脸 匆匆忙忙的就赶到了桥上 可是老话是怎么说来着 莫说行人早 更有早行人哪 赶到桥那的时候 张良远远的一瞅 哎呀妈 老头早已在桥头上坐着了 看见张良就是一顿臭骂 你是怎么搞的啊 让我一个老头子 等一个毛头小伙 你有没有时间观念的你啊 你也别说了 瞧你憋居那样啊 看着就让人烦 五天之后 还是早上 再到这来等我 张良虽然觉得委屈 但也不敢说什么 支支吾吾的就答应了 又是五天之后 张良只等鸡一叫 就出发了 心说啊 我这一回起得和公鸡一样早 不会迟到了吧 可谁知道呢 到了桥上一看 老头早就等在那了 没说的呀 不等张良解释 老头又把张良 噼里啪啦的好一顿数落 重新又约定了时间 五天以后再来 张良一阵憋闷的 心说你这是玩啥小子呢你啊 真怀疑你是不是 头天晚上就等在这儿了啊 想归想 怨归怨 但是该答应的 还是得答应 到第三次复会 张良终于学静了 头天晚上就跑到了桥上等 哎 这回果然没见到老头等在那 张良长须一口气 心说 你老头如果这会儿还在 那我就不得不认为你老小子五天前你根本没回去 就这么想着呢 往桥上一坐 一边休息 一边等人 没想到 只坐了那么一会儿 屁股刚刚坐热呢 就看见老头 拄着拐杖 踏着星光 从桥内一头 一步三晃悠的出现了 张良一见这老头 牙根不由的痒了痒 心说 好啊 还好啊 要不是我有先进之明 我又被你坑了 这老小子 果然头天晚上就过来了 太坑人了你啊 但这回老头倒是笑咪咪的 哎哟 年轻人 不错不错 就该这样的 来来来 我这里有本 绝世秘籍 你拿回去 好好读读 十年之后 就可以做帝王师 十三年以后 你就会在济北 见到我 古城山下 那黄石就是安了 张良半信半疑的 看着这个好像神棍一样的老头 接过他手中的书 不管怎么样 还是道了声谢 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回去补教训 老头送了一本绝世秘籍 真的是什么好东西吗 哎 你还别说 真是好宝贝啊 这是传说当中的神书 太公兵法 这老头 后世有人送他一外号 叫黄石宫 他不是号称 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他吗 所以他叫黄石宫啊 而张良从此有了奋斗目标 苦心钻研太公兵法 多年之后 果然成就一番大事 关于这位黄石宫 江湖里有传说 说黄石宫在秦末 五大神人的排行榜当中 名列第五 后来得道成仙 被道教拽到本教神仙排行榜当中去了 黄石宫寿书这事吧 那不用说 肯定是张良自己说的呀 因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事 张良这小子 神乎其神 你说这是事实 也可能 你说这是编出来的 也不意外 反正啊 用来证明自己有能力 有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支撑 这一点也不奇怪吧 对于我们来说 也未必指望着在街上溜达 能给老头捡捡鞋什么的 但至少张良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机会 往往是不经意之间 在我们身边就会出现 一不小心 就可能错过了 事后再怎么垂胸顿足 都无济于事的 所以 为人处事 要经常注意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多想想 为什么 就好像张良一样 如果他碰上黄石公的时候 没意识到 自己是遇到了隐士大贤的话 那可能就会错过这段机遇啊 进一步说 如果在之后的三次复会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的懈怠 也可能和黄石公给的那本书 太公兵法 失之交比 这当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小心 张良就很可能错过一个学习的机会 望大点说 甚至会失去 以后辅佐刘邦夺天下的机会 所以啊 不要老是抱怨 身边没机会 机会不是等出来的 得瞪大眼睛 就在自己的身边找机会 终于开始相信 爱情不只是定律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点头肩呼吸 我太过依赖你 已经不知不觉失去自己 怎么重新设计 怎么重新设定 我们间的关系 我还没那种勇气 奋不顾身离开你 就当作我 暂时去旅行 我会认为你 飞向着黄的半戟 抗拒地心引力 逃离许高幸福的自己 无间映尽的空气 心渐渐失去中立 蓝风过尽 我们的爱情 没半久的天气 像你不安心 请捉摸不定 是那刮风下雨 下一秒又放弃 我曾那么爱你 就算失去了 等眼都可以 暂停和时我 却开始讨厌自己 我还没那种勇气 奋不顾身离开你 就当作我 暂时去旅行 飞向着黄的半戟 抗拒地心引力 早已许高幸福的自己 无间映尽的空气 无间映尽的空气 时间渐渐失去中立 能风风过尽我们的爱情 飞向着黄的半戟 抗拒地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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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个幸福的自己 不见停止的空气 心渐渐失去主意 疼痛不及我们的意境 不见停止的空气 心渐渐失去主意 能放过紧我们的爱情 心渐渐失去主意